哇 不是吧 劉定堅你說張志恆 有人說過他 點擊特別差 你不太管他了 很多人已經放棄了他 他跟他老婆的文明 那些愣愣的新聞 大家已經放棄了 別再說他了 誰知道 哪一篇劉定堅是要說 奇怪了 因為我可能會有新的辦法給張志恆 我覺得我應該挽救到他向下沉的生命 是不是能夠給他好的意見 開一段影片跟大家聊聊 因為 這一位的張志恆 經常跑出來 吵吵吵吵吵 搞到大家真的很煩 有沒有辦法可以把他 壞的張志恆消滅了 糟糕了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意見 張志恆 他太太文敏 經常都出現了好過在那些雜誌 每次都說出來說不行 有什麼特別的事 說不行啊 大家不如捐些錢給我吧 大致都是這樣的 情況 又說生了四件 很大件事 生了四件當然是大件事 之前又說 自己沒有穩定的工作 於是負責了個QR Code 後來又說 不是啊 看到他在 茶餐廳那裏做了 尖沙咀的人就說 看看他做了多久啊 怎樣怎樣怎樣 啊 不夠 不可以 兩個人又生了四個 三隻狗 那究竟整個情況是怎樣 我很想 仔細地跟大家去分析 就是 因為我在娛樂圈其實我當然見過這些人 那麼 究竟 他們是 怎樣搞成這樣的呢 然後現在後來 慢慢的情況應該是怎樣呢 我也想從我這個角度去 說一下 因為呢 香港其實都會 越來越多這種人 好了首先 講講張哲恒姐現在又說 有一大堆 四個小孩子 大得很小 對不對 然後那個老婆 都是小小小小的 那樣的 原本就拍了一些照片 迪士尼 很開心啊 現在突然又說沒有錢 那樣的事情 很過癮的 好了 那 就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突然間又 為什麼最近又出現問題呢 就說 撐不住了 因為為什麼 突然間 那個文文嫂臭的老公 就說他不拿錢回家 就沒有份工作 做得長啊 然後財務很麻煩啊 突然間呢 突然一聲 原來終於 來了就是什麼呢 就家裡被人減電 那你也知道啦 老婆當然知道的 因為減電之前有些紅色的單 告訴你 你再不交的話 又要罰錢又要這個路 就減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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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沒有電的時候 你就當然 很多事情都搞不定 那麼 這些事情發生之後 於是 當然啦 報紙又 就去訪問一下他們 注意這些事情 而這個 張志恒 就 很簡單的 就說 哎呀我真的搞不定 我對個QR Code出來 大家又幫幫我 怎樣怎樣 那些事情 大家又說 哇你有5%付加費 你怎麼搞啊 然後你怎樣怎樣 然後有些人就開始罵 就說你不要搞他們啦 是這樣的啦 這一家人 沒有得救的 大家之前也知道 幫過他 你想一下 你生不到 養不到就不要生了 你 搞什麼 搞到現在 找一些小朋友的情緒 你打算有人捐錢給你 當然 那你不行的 又沒有電 那你電話 差好電 我來找 那你電話 之前是去到迪士尼 搭車 都要錢 現在有錢 一大堆的 就出現了 那好啦 大家當然是覺得 很頭痛 很煩死 一定是這樣的 那怎樣解決他呢 稍後講 先講講 Steven這個人 大致一下 形容一下他 即是說一下他的歷史 客歷史呀 跟著就說這個張志恒 香港人來的 媽媽是荷蘭人 Mix 所以英俊 英俊 英俊 很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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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跟著就因為入了英王 英王娛樂 所以他跟關志斌組合了Boys 我去過英王有跟Manny去吃飯 跟吳宇 我應該是那位是關志斌 坐在我附近 跟他聊過一下 又搞這些Boys 英王也是這樣的 很有趣 做這些男子組合 不是很成功的 Boys Boys有很多人 打算是男子版的 Twinz 這兩個男子 青春的 健康的 大男孩 出來 跳跳跳跳 OK 怎知道就徹底失敗 香港 不是有這些成功的例子 就算你草莽的時候 都因為他真的能跳 後來真的能唱歌 阿妹又幫我們 才有一點點成就 但是 Twinz 真的完全不是實力 在市場上 就不太受歡迎 香港人是喜歡 真的有 實力的 男子 男子是這樣的看法 女子也可以 你漂亮漂亮得得意義 跳跳扎 OK呀 唱得不是這樣好 大家都原諒你 但是男子不行呀 這件事是甚麼呀 哎呀 對男子特別要求高呀 不要這樣 好了 那麼 我想說一件事 這些男子我們在娛樂圈見 真的很多 什麼叫藝人 其實 每一個藝人 你在年輕的時候出道 有一件事是真的 你的眼跡是有不上下的 不是想著 好像生得好像劉定堅 年輕人都OK一點呀 但是年輕人都不可以做明星呀 對不對呀 那你有眼跡上面 這個 要求 尤其是 我經常講這個道理 以前在國內經常講 以前的世界 跟現在 為什麼 以前你小時候看過電視機 多大 14吋 還黑白 頂 給人看得清楚啦 差不多就可以了 七八十分 很漂亮的 現在 八十幾吋都說小了 現在電視機 全部又超高清 還可以放大了 壞人來看大了 所以現在 對顏值的要求 是非常之高的 整容都不行呀 要用一把間尺薄呀 很棒呀 所以呢 這些有顏值的人 自小是已經被人捕捉到的了 哇喂 你有顏值呀 不如 撈幕前呀 那樣的事 自然有人捧你的了 你一個 Stéphen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進去了英網 做一個年輕的藝人的感覺是怎樣呢 喂 你要上場跳跳而已 唱歌不好 又不會說你的 唱歌老師也好 快點Pass啦 有粉絲上去 都是這樣的模式 你說你自己是不是實力 你可以問 黎明有沒有實力啦 黎明也唱了那麼多年啦 實力不是說你隨便 我鍛鍊就有的啦 不是一定是的 所以呢 你這些帥哥在市場上 好啦 你就有得運的 運一段時間 你看看 Stéphen 唱歌當然不行啦 好啦 到你演戲了 你聽過沒有 玻璃少女 古澤心芳芳 愛在陽光雅 大無謂 一大堆很無謂的電影 演出一下 客串一下 經理人推上去 用一下 很便宜的 隨便吧 類似的情況 但是行不行 當然不行啦 就是 有些人可以的 第一 他眼睛極之高 Stéphen肯定不是 OK 但是未去到極之高 好啦 那你就要鍛鍊你的演技了 能夠配合到啦 他背後不到 最後又拍了大堆劇 都是 你不聽到有誰的演技很好啊 很努力去做 於是乎成為了這個圈 半紅不黑的 英俊的Artist 很多的 我告訴你 以前你看我之前說的 國內的娛樂 圈那些 有一條是說的 你 你 為什麼會有些 介紹美女給導演 製片人 那些 那些全部製製 如果是香港來計算 就是Stéphen 做一下做一下 糟糕 眼睛 好像不夠飆青 總之 衝不到出來 演技又衝不到 那怎麼辦 那麼慢慢 就是 貼著老闆 然後負責 介紹一些女兒給他 咦 你可以啊 為什麼這件事 OK啦 真是介紹朋友的女兒給你 大把女兒又想你給他介紹 你介紹你的老闆給我認識 於是 勉勉強強就扯下扯下 最後做了什麼 就演員 副導演 這些就是手上有幾百條女兒 我們這一人去到導演 導演你要不要 帶女生來認識一下 哇 很開心的 二三百個 很容易找的 周圍都有 所以 如果這個Steven 在國內 他可以做到這個角色 有機會的話 就有得生存 當然不是個個得 這些就是 退役了的英俊artist 其中一條路 香港沒有這個位置 哎呀 慘了 那怎麼辦呢 於是 你看看 Steven是怎樣 通常來說 你 做事不行啦 沒什麼機會啦 有就有 有時間 沒錯啦 有時間啦 你用英俊的嘛 是不是只是顏直還在的嘛 又沒有時間 有時間啦 那怎麼辦呢 有很多 又是半紅不黑 又或者 剛剛出道的女生 咦 看到師兄 你挺英俊的呀 不如我們 上床吧 好嗎 這些機會就有很多 所以你看看 這個英俊的Steven 他有很多很多 歷史的 你也知道啦 一個英俊 小孩子 基本上 你做artist 是很舒服的 如果你不是很努力去做 不是努力的那些 又沒有什麼 那場戲 是你講幾個對白而已 是不是 其餘那些 主角就很辛苦 不斷讀 台詞 你呢 你就在那裡追求女兒 我教你怎麼演戲 你一陣間的導演又怎樣 那你就可以過了日神 然後走過來的時候 很多人跟你化妝 今天我們這件衣服 Steven這件衣服又怎樣 對你客客氣氣 你去到地方 面對地方都有優惠的 認識你嘛 你不是就是 那個boysey那個 你這些朋友又怎樣 慘了 經常定時定後 下班 上班 新水新寒 你就不是啦 今晚老闆說 Steven跟我過來 我們去過什麼場合 好好好 老闆 坐著老闆的 勞斯來斯 去到這些最美 最高級的 場合 是不是呀 或者Twins找到東西吃呀 我今天帶你去吃呀 8000元的一餐呀 多開心呀 經常過這些生活呀 明白嗎 你過了多這些生活 你就會覺得自己 好浮呀 飄下飄下 飄下幾high 這些大男孩 大陽光 生活都 生活了10年 11年 12年 人都洗腦了 重點會很努力去做事 接著又怎樣 有時間嘛 當然是 扣女啦 2001年 張智恆和毛德爾 黃庸交往 然後當然很快就分手啦 這個男孩 完全連自己也照顧不了 就照顧女孩子啦 但是英俊嘛 是不是呀 咦 2004年 被人發現了 哇 跟女大五歲的 富佩家就此地戀啦 然後 2006年又說跟那個女網友Fiona 說這些 Skip了不知多少啦 一定是一大堆啦 享受盡的啦 在這個 聖聖愛愛情情欲欲的那裏 很多很多這些經驗 那麼 2007年 跟剛出道 鍾舒曼 大家同公司 又交往啦 又禮啦 13年又跟這個 香港珠寶小姐 貴君 莊端怡 莊端怡我應該見過她的 我的Casting 應該 我好像是微信還有她 那 於是乎 Steven說那個情史就越錄越後 越錄越後 然後16年又跟 台灣的女生Doris 然後 又證實了自己 有這個性上癮啊要心理輔導 17年又去到這個 舞台劇的演員兼 這個 梁浩恩 然後又公開這個戀情 19年又突然宣佈 跟這個文敏啊這個女粉絲 結婚啦 哇真是厲害 還要找一個女粉絲 然後又有個 BB呀 張天寶呀 自經 出生19年 現在差不多是五歲左右 又舉行這個百日宴 大兒子也是五歲 現在已經生了四個 每年都有 好啦 那麼 那個女朋友之前那個梁小姐就說 你怎麼搞錯啊 跟人結婚跟著你欠我10萬元啊 你還錢啊 然後還有其他女孩子出現了 又走過來又什麼啊 Moon啊 Maggie啊 原來你一腳就打五船了 原來這個男孩子已經充滿了這些鬧鬧鬧鬧的事情 好啦 到了這個時候呢 這個藝人呢 其實就經歷他 第二個階段 就是 他就不是藝人 他變了一個賤人 那就麻煩啦 你所有工作都不會有的啦 因為 大家都不喜歡你嘛 有一陣子的 回到大陸那裏做小丑啊唱歌 嘻嘻嘻嘻嘻 又跌跌 然後 很難再生存下去 好啦 在這個過程裏 其實他已經是經濟發生問題了嘛 於是大家看到他用很多朋友的關係跟人借錢 這個又借 那個又借 總之借得就借 不斷借 因為為什麼呢 都沒有收入 就借啦 借完之後又再生活 基本上是這樣的啦 沒有明天的啦 總之借完就算借完就算 大家開始發覺這個男孩子很討厭 哇大哥怎麼搞錯 這麼老闆呀 在周圍去追求女生 周圍去借錢 但是反過來 我經常說 如果你把這個 張志恒 轉了轉身份 你可能看法徹底不同 如果他是女生 好很多呀 雖然借錢 是不是 可能 大家會願意很多呀 就不會罵你那麼多 因為為什麼你是女生 覺得你的責任沒有那麼大 會不會你有什麼事呀 諸如此類的東西 香港 原來就是這樣的 即是 如果你是一個女生的話 他最後會跟你說 不如你 找個男人嫁了去就行 嫁了去 好好地跟別人照顧兒子 人家會照顧你一生的啦 真的是這樣呀 很多美女都是這樣 我搞不定呀 我假給你呀 由你去管治我啦 我幫你管治兒子 那就算了啦 兒子是不會有投訴的 那就好了是不是 如果結婚之後 老公再滾你又不說話 那還是一個好老婆 嚇死人了 這是什麼道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發現 香港人對一些男人 有要求 他希望 你在某程度上 你管理一下自己 做好自己 但是 我告訴你 帥哥很難 因為為什麼 我認識很多 顏直是不錯的男生 他們都是很難去管理好自己 因為為什麼 這些東西來得容易 真是好東西 大佬 很多女生 恩怨就衝過來 就向你獻恩勤 你自己很舒服的 不用想那麼多東西的 所以腦袋是不需要怎樣去思考的 於是你不想那麼多 就行了行了今天就搞定了 你看 Steven他連一個最簡單的動作都沒有做 我告訴你 剛才說了 如果一個美女他搞不定的時候 他就找個 老公嫁了去算 Steven為什麼不找個女生嫁了去算 喂 現實你見一下 很多的 很多男生 他有顏值的 然後找個 稍為有錢的 或是找到錢的 跟這個女人一起 然後我幫他 玩一下他的東西 那算了吧 那我可以生存得了吧 是這樣的 好像女人嫁給一個男人的樣子 男人嫁給一個女人嘛 對不對 你有錢嘛 我英俊嘛 大家鑑住就可以了 這個Steven是 差到一個程度 就是 他是連這些最簡單的情況 自己都不懂得去處理 他沒有 所以我覺得他是沒有機心 他真的完全沒有機心 他真的是一個 不懂得去處理他自己的事件的人 你想想 最簡單就是跟一個有錢一點的女生 你是英俊嘛 人家有錢的 你不要只顧著 開開心心就手就可以了 你是自己的前途 你當時在英國也沒有錢 人家借了錢給你 你快點 找個喜歡你的女生 她有錢的 然後有幾層樓就OK啦 還有生意的 你就走去 他連這些也不會想 他 就找了一個 跟他一樣窮的文文 你又死不死得了 兩個人一口一口 なんか 這樣沒死 還要很痛快地 長天啊長呢 cutter又長呢 等等完全不控制 就是不會控制自己 連續生四件 好了 當你這樣時 你就會將自己退退退退退退 去到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極致 麻煩的 再次 因為你敢也沒有自製能力 粗了完全管理不了自己 你就會 goosebumps 看到自己身邊一醒覺 那個嬰兒又哭,這個嬰兒又爬來爬去,那個又弄倒寫茶 就會在一個這樣的環境出現,你就糟糕了 那時候 你不是說想去管理自己就可以解決了 真的 這個Steven 就算 你看到 這個文敏 為甚麼他們的家庭那麼大問題呢 他們兩個同時發生同樣的問題 他們不會去解決問題 不會去管理自己 我跟你說 人一生裏 無論你有錢和窮都好,最重要的是你學會管理自己 如果你不會管理自己的話,就糟糕了 不是每樣東西都可以做的 不是每樣東西都可以說,即刻反應就去做甚麼 不是的,你要管理自己,甚麼時候做,怎樣做 用甚麼方法做 很重要 這個Steven 完全不懂,不理,不知 不覺 就不斷清,那樣背出 背出4件 背出4件 你不去管理自己 就 沒有能力安排你後面的一切事 甚麼都是 做了才算 這些都是很多很多年輕人的一些特性 特質 因為其實很簡單,要去 他部署自己未來的事情 其實是需要很大的 心思、努力去面對 而這些年輕人,他有帥氣 一向就不用了,英王就跟我 搞定了,我到時有錢打到他,我戶口就行了,我就用那些錢 他就慣性了 他不明白 人會去面對 困難和逆境 他都沒有,他以前哪有困難,哪有逆境 是不是 他很簡單,我出來說帥哥,我早就賺點吃,賺到錢 他不知道,不是人都是這樣的 你有一天,你會發現了你自己的優勢是會削弱的 其中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你顏值的下滑 你年紀開始大了 人家的更顏值高的,更年輕的走出來 那你怎麼樣 你要面對逆境 以前我經常跟別人講一個故事 蔡豐華 蔡豐華年輕的時候,挺帥的,挺帥的,挺高大,挺多歌唱的,挺成功的 但是 他是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心理病 他是 很擔心自己隨時會跌下來,因為看到前輩是這樣的,有試過 什麼時候不能唱歌,什麼時候不能碰 總之他真的 好像有撞過,保釋截下山 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很恐懼的情緒 但是你要學習 你不學 就很嚴重了 那這個Steven呢 自己一直慢慢跌下來 他跌下來又如何呢 他做了一些最愚蠢的事,因為他以前都是 人家安排了我,就去賺一些easy money 很容易啊,很簡單唱一首歌,跳舞就成功了 就可以賺到錢 但是當你 顏值下跌的時候,你的東西就失去了 你要想一下一個長遠的方法,如何幫你自己 而這個Steven呢 一直以來 就沒有去做到這些事情 我今天想講一個 的情況就是 一個叫做行為家職學 那 怎樣 你作為一個 這種 像Steven這種人 他是完全 就是 駕馭不了自己 看到美女 琴上床子算 明天又如何是另一回事 不去想 或者不懂得想 他想的很短的,你看看他 沒有錢,就拿個QR Code出來 你幫我 先幫幫我吧,我下次再點點點,講盡好話,然後就先拿你求錢 這個方法 是呀 在這一剎下,做了這件事,解決了這件事,就當解決了 所以 你看看他老婆的文敏,也好一點點 你這樣啊 人家看到一些單純紅色的單純,不可以減電,不會去到那麼離譜的階段 他不是,他會的 你可以看到 他完全是沒有自製能力 完全沒有管理自己的能力 完全不能夠控制到自己 他就是這個人 好了 你要幫他的話,首先你要知道 告訴他 你不能夠做一些那麼短線的事,你的眼睛那麼短淺 你必須要 去明白,你要做些什麼,有些做得有些不做得 這個就叫做行為 價值學 首先 可不可以向朋友借錢 什麼叫向朋友借錢 我告訴你 這是一個減值的行為 為什麼 因為你跟朋友借錢的時候,其實你已經預料了自己 沒有錢還 或者 你自己也不想過還錢 你自己也知道 還到錢是不是 好 你越是還不到錢的時候 你的朋友就越 討厭你 朋友就會說你壞話 你就越來越少朋友 於是 你的人生在減值 你很辛苦建立了,那些朋友關係就沒有了 因為 你不斷跟別人拿錢 於是這一種這樣的行為 全部就是把你以後的路封死了 好似他丟過 給人 去付錢 這是 監值的行為 今天你拿到這塊錢 人家看見你沒有改善 日後你又是這樣的 總之 又不會再付 那你就是剪了 斬了一條線 是不是 那個人也有對友同情心,他想借錢給你 給錢 為什麼他不會被第二次呢 因為見到你沒有改善 正所謂長貧也難顧 所以這一種的行為 是叫做 減值的 你作為一個人的話,你想自己好的話 你要學會 不要做減值的行為 要做什麼 當然是增值的行為 什麼是增值的行為 很簡單的嘛 小時候就懂得一技之長,學習手技 然後就去 賺錢 因為你的技術越來越好的 就成功了 比如很簡單,你去做地產經紀 你叫人買樓 還有一批客人在你手上 慢慢慢慢做好 這些就是 增值 你要 做一些增值的行為 你不要做一些減值的行為 借錢是減值的行為 對一個 叫人給錢 是減值的 你每天拿到錢就有用 但是沒有用 然後你又是沒有錢 那麼 現在Steven很簡單的,其實他什麼都不用做 其實他可以發達的 你這樣說,劉定堅,Steven可以發達 他現在 衛生也難了,沒錯,衛生難 但是 發達容易 啊,有杯水再說這件事 為什麼一個Steven的人 衛生困難 就穩食 穩食很艱難,但是發達容易呢 我告訴你 因為 他現在不明白怎樣做 但是 其實要做好是很容易的 第一 叫老婆收聲 老公已經是一個 不是能夠承受到那麼大的打擊的人 他本身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所以你不要出聲,不要給他壓力 那又怎樣呢 有個女人自己 顧過家 你說不是呀,有些小孩子又有什麼病啊 然後又有什麼病啊 不要緊的,你自己走去 找社工 去幫你忙 又好怎樣也好,你先搞定自己 這個就是老婆的,你要辛苦一點就搞定他 做好家務 管理了自己的兒子,是不是真的不行 不是 全香港以前很多人好像我們那樣 都是這樣走出來的 行的 有什麼危險 會的,你要面對 沒有飯吃夠危險啊 停電危險啊 一樣危險,什麼都危險 都要面對的 所以先是個女人 安安定定 在家 你搞不定就找社工幫忙 做好自己的範圍 然後一個老公 找一份 能夠有增值機會的工資 等於茶餐廳都可以的,沒有所謂的 去做下去 做了都不能發大 發到的,有個方法的 你先去做 做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真的呀,做那麼長呀 不要出聲 做 好了 生活改善 做正常的男人 跟著又怎樣 跟著做KOL,又是這一招,劉先生你不是吧,是這一招 這個Steven 要現在找到 OK的 打工 好了,做了這個穩定的工之後 你只要建立你自己的穩定的家庭 你就可以做KOL了 因為為什麼呢,你就是一個人版 告訴別人 我這樣沒用 我這樣不懂 管理自己 我 都能夠有一天 站起來 做一個人 跟著現在建立法律家庭 你看我小時候看多好 諸如此類的東西 嘩,這樣就是一個人版,你再走出來 發財呀,老闆也有很多人課金呀 那你又說一下自己怎樣去 戰勝這個渠肺 戰勝我自己這個 不可以的生命 然後就站起來,哇,你又全世界都拍了手掌 Steven,好厲害,於是乎 不停課金,不停課金 你一天出六條片就行了 記住 不用說新聞的,你說什麼都可以的 說一下自己 我這幾年怎樣去努力呀 怎樣怎樣怎樣 令到我老婆不再罵我 諸如此類的 嘩,當然好聽 你記住 要成功到最後 你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不是沒有得救的 有得救的 但是 不是好像你現在這樣 拿個QR Code出來 不行 反過來 你先努力了 得到成績了 很容易的 找個柴探廳也好 做 對嗎 不是跟啊不好看啊 做答彭還是什麼呢 總之 找到舊食 生活到 頂住四個小孩子 過了一段時間 你又再繼續做好一點 然後有錢 安定的生活 你就可以開KOL 你就可以開KOL 我如何去戰勝生命 讓一個 負值的人 變成了增值 減值的人 變成增值 大家當然是派手掌 所以呢 即是 如果你越是 其實他現在已經有了知名度 問題就是 你太過差了 效果出來 現在的內容 就很不行 改這些內容 不要緊 你自己走去 不難而已 隨便找一間茶餐廳去做就可以了 派什麼都好 總之照做 努力去做幾年 幾年之後你又發達了 你那時候開台 立即高過我啦 你全世界都認識啦 難道全世界都認識我嗎 我 成功的人版啦 所以 記住 這件事 成功就是在你面前的 人生不是不可以逆轉的 是可以的 看看你怎麼行 這個不是人家先幫你 是你自己先幫你自己 幫了自己之後 很多啊 很多fans 問你 你這幾年怎樣的 你發達了 每天都有話說 多話說過劉定堅 你就 能夠過度了 兼且有一個好好的人生 人生就要這樣啦 看長遠一點 學會怎樣去管理自己 你不只是 好像現在 一天那天一天那天就行了 不行啦 你一定要搞得行 令到自己控制到 可以做到份工 做到幾年 安頓了的家 到時的大兒子都已經十歲八歲了 走出來 跟你一起做KOL 好啊 好啊 令到全世界拍了手掌 大家告訴我 這條路是否行 希望你留下你的意見 記住 Subscribe 還有點讚 大家的香港就會更好 希望你 身邊如果有 不行的人 都給你這條影片看 劉定堅說你行 希望你喜歡這條影片 點讚 Bye Bye